美国表示,也要帮缅甸推进和平进程,但缅甸听了却貌似有点慌,东博社综合中心社缅甸中文网消息日前,缅北右官民第五和缅甸军方先后发表和平声明,宣布停止军事行动。 中国外交部表示,这是缅甸和平进程取得的重要积极进展,中方表示,欢迎和支持中国外交部说,应缅甸各方要求,中方一直为推动缅各方对话与和解发挥积极和建设性,作用我们愿继续同缅方一头,共同维护中缅边境地区和平稳定坚定地支持推进缅甸和平的进程。 而据缅甸中文网消息,在前段时间,美国也对缅甸和平进程表达了自己的观点。 美国驻缅甸大使Scott Martial说为了缅甸国内的和平进程能够更好的实现,美国将在目前的基础上提供更多的帮助。 但美国在提供帮助的过程中,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将按照自己的制定的政策来开展。 Scott Martial说美国将继续帮助缅甸民众提高生活水平实现和平与繁荣,会在缅甸的和平会谈中提供建议和支持美国话是这么说,但好像有哪里不对劲。 其实很简单,美国一面说的,支持缅甸和平进程,一面对缅甸的制裁,却毫不手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独自。 美林社2018年6月,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还公开表示,美国支持欧盟和加拿大,对缅甸的制裁他说,美国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包括停止向缅甸军方领导人员发放签证,将地方将领列入制裁名单。 支持联合国缅甸事实调查版的工作等。 2018年10月,缅甸商务部常务秘书吴言乃,吞无奈地透露美国通知我们,让缅甸不要从伊朗进口石油,我们对此不进行任何评论,不顾因美国发起的制裁。 缅甸的资金会对结算相关业务,受到了影响,对此有网友不仅感叹,美国这样的帮助,实在是让人有些销售不起, 对此你怎么看来原中国社编辑雷伊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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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